聲音出去了嗎? 出去了吧 聲音出去了 好 所以我今天看到唐委員 就是唐政委進來的時候 我直接嚇到 就是有點... 比想像中高 對,比想像中高 因為我覺得高的... 我下高180 180我覺得超棒的 很常在螢幕上沒有比例子 對啊 那現在這個畫面看起來是我最大隻的 真的 對啊 完全是看跟進我的距離 對 而且就是從面放大 對,那個透視 這是在旁邊 對 沒錯 上去呱吉直播 有人說我像一個摔角的 摔角拳頭你的髮型也是蠻像的 他說台灣摔角一個... 對 哈囉,哈囉,大家好 有韓國的觀眾朋友 應該是在韓國的台灣人嗎? 嗨嗨,你好 好 嗨嗨大家 嗨嗨嗨嗨 那今天就是我們直播就正式開始 歡迎大家收看 那裡有著名人山特別企劃 大家想看到我就是現在大家 螢幕前的這幾位嗎? 我們今天呢 就是邀請到了我們的數位正偉 唐鳳唐委員 嗨嗨 唐鳳就好好好 聽說有他在的地方就是直播 可能不是非常順利 就是非常的困難 對 所以今天呢 我們的直播能不能順利進行下去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這樣 好 那第二位呢 我們歡迎到的是台大生科系教授 陳俊宏教授 嗨大家好 我是陳俊宏 對 陳俊宏教授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物 他現在其實已經在退休的狀態 可是他最近呢 正在幹一件大事 什麼大事呢 我們等一下會來跟大家說 先介紹一下 這個全台灣的邱蠅是老師在管 全台灣的邱蠅 是邱蠅王子嗎? 這個Mr.Erzewald 這是當時我一直覺得有這個 蚯蚓行人 蚯蚓王子這樣 蚯蚓先生 好第三位呢 就是我們摔角的選手 Amazon 他是我們殿塔的 共同串曼人間副執行長 豬排 蘇鴻漢 我們的 三顆 不然你輪流起來看 還是穿上去看 對 也就是人稱的邪惡豬排博士 那其實今天呢 三位這樣聚集在一起 其實大家看起來 都是來自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領域 那其實我們 其實有非常多 共同相向的地方這樣子 其實三位都有一點點的 教育背景啊 就會相關的東西 然後呢 也是跟遊戲有點淵源的 所以呢 這就是其實也是我們今天 想要聊的主題 我們遊戲呢 跟教育有什麼關係呢 那遊戲到底能不能改革教育 就是我們今天所要聊的主題 好 現在呢 其實就是想來先問一下大家 還有問一下觀眾前面的朋友 就是遊戲對你來說是什麼呢 我聽說唐鳳這邊 以前啊 你有曾經很瘋狂過一款遊戲 叫做魔法風雲會 對 Managing the Galer 它是一款卡牌遊戲 而且你在玩的時候 聽說是沒有中文的對不對 在最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第四版嘛 大概1995年的時候是英文 但慢慢有中文翻譯之後 也開始有線上版 那當時我有投入 線上版的一些程式的開發 而且你還曾經去打 就是亞太杯啊 然後去打國際杯 亞太打八強嘛 很厲害耶 非常厲害 那同時啊 其實唐鳳這邊 他也有一個 就是很有趣的興趣 他喜歡翻譯遊戲 對 我喜歡翻譯某一個作者的遊戲 某一個作者的遊戲 其實是起翻他的遊戲 叫Nikki Case Nikki Case 之前大家也可能有看過新人的演化 或者是別讓圖形不開心 這些都是Nikki Case的遊戲 那在最近就是疫情嘛 的時候 他也有推出一款 What Happens Next 就是讓我們去看說 戴口罩不戴口罩 或者說做Contact Tracing 不做感染追蹤 到底他跟病毒的傳染 或什麼關係 所以遊戲對你來講 也是有種寓教於樂的感覺 沒錯 那我們這邊豬排 豬排聽說你也是從小 就是遊戲孩童嗎 對 遊戲對你來說 給你什麼樣的一個啟發 但我玩的比較特別 你玩的是什麼遊戲 我玩的是Adventure Game 全部就是中文叫做人物冒險 或是生圖文冒險 圖文解禮 其實像返校還願就是這類的遊戲 對 那因為我的反應很差 所以玩那種會死 對 這種遊戲的優點就是說 你是玩一玩 他不會因為你做錯的事情 懲罰你就得重來 OK 而是你卡關了 一定是某個線索沒找到 某句話沒聽到 或者是某個觀念沒有想到 那那個小時候 其實這個遊戲全都是英文的 然後那是我國小五年級的時候在玩 所以我也是靠這個學英文 然後我覺得他有一個很好的點 就是說 他可以幫助你去思考很多 看似無相關的事情之間的觀念 然後你的成就感是來自於 不是在遊戲的時候 是在走路喝茶的時候 突然想到這個該怎麼看 所以其實我從小就只玩這個遊戲 到現在還是這樣 你很忠誠 而且大家玩遊戲的 就是想法都很正向 也不像我都在玩什麼 戀愛與女遊戲 我都在想怎麼跟人家談戀愛什麼的 那老師跟遊戲的觀念也很特別 因為其實老師他說他以前那年代 其實是沒有在玩遊戲的 但是他也很瘋什麼橋牌啊 桌球甚至還打這些 就廢寢逛時沒有去上課 但是大家知道老師現在其實沒有說到 老師現在是退休的狀態 那他竟然沒有玩遊戲 但是他現在全心投入幹了一件大事 他就是在籌備即將推出一款遊戲 那老師為什麼會想要推出一款遊戲 OK 因為我兩年前退休了 那退休了呢 我想我對教育的熱忱 是沒有消失的 是對教書的熱忱消失的 所以你是逃避到另外一個桃花園的感覺嗎 那因為教育嘛 所以那我就開始在想是說 好 我怎麼樣把我這麼多年的這些 教育理念教育的這些知識 找個另外一種場域那個方式傳下去 OK 所以那時候就其實想了很多方法 然後因緣際會找到了豬排 然後他們說服我 說做遊戲 老師最原本是想做動畫 做動畫 其實AR VR 因為當初我看到了AR VR的一些東西 發覺這東西好像在上課堂上 或者實驗課其實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對 對 對 或者說 剛才講戶外教學 那好吧你家長怕學生跌倒 然後我就讓你戴上Goggles 所以你怎麼疊 你也不會跌倒也不會刮風 也不會怎麼樣子 所以反正當初是要做AR VR 或者MR 但是後來他們說服我說 第一個那個好像目前為止的這個技術 很多東西大概還可能還有點距離 這樣五年就很簡單 哎呀 OK 我看到投資了之後做一個content 結果賣不動 或者是 可能當時候叫好不叫做 或者是沒有後續的收益 對 對 那其實我們覺得要改變你們的事情 你必須要跟商業瓜勾用 有商業模式 你賺錢才能夠做下一套 再下一套做下一套 這樣才能長全 所以他們說服我了 所以我說 嗯好 那我剛才就講 我自己真的不玩電玩 因為那個小精靈跟坦克車出來的時候 那是我大學的時候 所以你知道 所以在我高中之前是沒有電玩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大概只有橋排 我們只能玩西洋棋 我們只能去打撞球 OK 所以我們沒有那個電玩 所以電玩對我來說 那簡直是不同世代的一個東西 然後當然我也試了一陣子 但是大概就像豬排講的 我反應也很差 反應很差就很多一下就死掉了 所以你還是玩橋排 對對對 所以我講 現在很多橋排都在線上玩 對 所以現在可以線上玩 對 但是坦白也不一樣 因為我曾經玩到 我牌發過來 然後跟同學說 同學發錯牌了 然後我什麼意思 我就少一張 我可以摸出13張跟12張等等的 好多的差別 我已經玩到沒有厲害了 我就誒發錯了 VR叫驅趕科技 對 其實我們今天三位 其實跟有學有一點淵遠 其實他們也跟教育都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我們想問一下 其實就是 科技發展到現在 其實科技慢慢影響我們生活 然後也影響到我們現在的教育體制 那你們怎麼看科技影響到進入教育體制這件事情呢 想問一下唐鳳這邊 對 其實對我來講 教育就是促進學習的方式 對 facilitate learning 所以任何東西 要讓人的學習動機能夠增強 我覺得就是好的 那在以前的話 好比像說我們有繪本漫畫以前 那你的文字跟數字 是不是你適合的學習方式 這個才很多 如果一個人很喜歡文字跟數字 作為他的學習方法 那一般在體制裡面 他就比較容易成績好 如果一個人他就是要互動 像剛剛講要摸到腳牌 就是要跟人有那種社會的相處 他才記得牢 他才能夠學到東西的話 他在體制教育裡面就很吃虧 但這部分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科技的方法 像剛剛講的ARVR 互動的遊戲等等的方式 讓他用他自己的角度去看 用自己的節奏去學習 而且老師也不會覺得說 這個怎麼你一直要把我倒帶倒帶 因為你透過YouTube的話 讓你直播 直播完之後倒帶不知道多少次 放連連二位 都是沒有問題 老師也不會抗議 那這樣就是各種不同的學習方式的項目 那老師其實已經退休 那你有經歷到就是這一段 就是科技慢慢進入 改變我們教育體制的 這段實體過嗎 那就看你怎麼說 應該原則上也有啦 因為我從我回來的時候 我記得最早 然後我們可能用Transparency 然後是黑白的 就是我的 對 膠片 然後後來膠片可以 硬彩色的 那你就進步一點點了 然後中間又卡了 可以用幻燈片 但是很快的又用PowerPoint 這樣好 那我們就開始做PowerPoint 那PowerPoint 發現說太死了 還在加點Flash 然後再加點影片 然後還有怎麼樣的 哇 所以你說科技嗎 有啦 所以也是一樣很快的 所以你看像 我記得我剛回來的時候 我帶了一堆的幻燈片 那些大概都 老師這邊的轉換 其實就是從裝置上面開始 硬體上面開始有轉換 那豬排這邊呢 你是有經歷過 其實你是不是有教過那種 就是 我教小朋友 就是那個時候是 市教大的特教系 他們成立了一個 小小的假日職業班 那這職業班其實都是那種 小朋友在家裡 一些特殊表現 家長Hold不住 比較難教的 哈哈哈 會把家長問到 然後家長會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然後他們又很聰明 你在說這位 哈哈哈哈 像我自己沒有補過席 也沒有考過臉考 我覺得很能夠 同理這些小朋友 所以我很喜歡看他們 問問題的時候那個眼神 會發亮對不對 會 然後我自己也跟他們玩得很開心 所以在教這些小朋友的時候 我覺得科技對我最大的幫助是 我自己會寫程式 所以它可以幫助我做到一些 紙本黑板做不到的事情 那時候我帶了一個很有趣的教案 那個怪獸對戰 怪獸對戰 對 它其實它的概念是想要介紹食物鏈的概念 然後介紹各種不同動物的分離 它在遊戲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 像小朋友全體競標一些body parts 例如說翅膀 疊症 大的身體或小的身體 每個body part 會有自己的攻擊力 防禦力跟特殊性 那他們競標完之後 他們每一個小組 要去把自己的怪獸拼出來 然後我們把這些數值輸入電腦之後 他們就開始對戰 對戰完之後我就有畫協調 就是他們就會很high 因為同一幕投出來了 然後我們寫掉在那邊競爭 最後贏的人可以把數人吃掉 對 我們就畫出了食物鏈 結果還跟真實世界的食物鏈非常相近 嗯嗯嗯嗯嗯 很棒的一個 太厲害了 很厲害了 對對對 那 那某時候我就有一個感慨說 像我這樣子的東西 我一次影響四五十個人 對 那我有沒有辦法透過網路的力量影響更多人 對 所以這是我對現在科技的想法 那也是為什麼我想要推跳這一圈 是因為我覺得我一個人力量有限 但是我真的很想要讓這些小朋友 就是過得很開心長大 然後去探索這個世界 對 對 所以想說透過科技的力量改變一下 對 這個我想我也要 你是這樣 你看我在教書 然後我教了像醫學系好了 或者深科系 那一次一班大概120到150個人 我教了20年 所以你看看才幾個人 OK 那這些人呢 上課有多少人聽我講話 我也不太確定 所以呢 好我們再打個三折好了 嗯 所以你看看我這一輩子這樣教下來 影響到的學生可能就三五百個人 對 OK 但是這樣夠嗎 當然不夠啊 對 但是如果我今天轉換成遊戲 學生們他們如果能夠一玩再玩的話 那我想我影響的就不是那個 就不是那個三五千人了 嗯 OK 我影響到 對 就是一個Generation 或者是 而且還不只在台灣 因為這個這個game如果好玩了 還可以到國外去 所以你還影響到 到這個不同的這些族群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 應該要走進去 那我想問問就是我們現在 目前的各位踏友 還有各位觀眾啊 你有曾經經經歷過就是科技 開始慢慢改變你的校園啊 或是你的一些學習歷程的時候嗎 或者是你的小孩正在經歷這段時期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慢慢跟我們打招呼好了 大家現在就是目前都是在打招呼 有位朋友說覺得我今天穿得很像的旋律 好旋律 有YT的頻道 大家有去訂閱了嗎 訂閱起來 然後也順便訂閱電腦叫你的YT頻道這樣 有人說豬排的衣服感覺會爆了 你是故意堅持比較細小 你好重喔你怎麼會 這支箭多大 XL 這應該也是XL XL然後還沒一次到這樣 好 那其實現在因為剛才也有提到說科技改變現在的教育啊 然後現在其實很多的小朋友一生出來 他們就是可能三四歲幾歲就開始有iPad啊 還有電腦、手機等等 然後前面也有提到說 其實現在小孩 從國小開始啊 就有像是在豬排講到的 就是有什麼寫程式的課 然後甚至還有一些做機器人的課啊 這些課程嘛 那想問啊 就是你們怎麼看現在 這件事情是為什麼沒有持續延續到大學呢 為什麼國小我們明明就是可以因為這件事情做那麼開心 我可以因為這裡喜歡上科技喜歡上科學 可是為什麼這件事情的熱誠是慢慢變小的 小致比在大學好像比較少看到會有這樣子的人出現呢 現在很多大學生他也是要學寫程式 但是他不是為了好玩而寫程式 而是說他不管念什麼科系 現在你不會一點失算表 不會一點程式 好像那個科系也不一定待得下去 很多的工作都是在線上做了 那這個跟自己也因為興趣而探索 畢竟還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有一個蠻關鍵的就是大概國中的這三年 國中的這三年 大家很多家長都了解到說 就算自己的英語英文沒有那麼好 但是小孩如果對英語英文感覺到一點點的興趣 一定要鼓勵他這個興趣 就可以讓他跟這個社群去相處 那但是寫程式的話現在在很多的國中裡面 還是被當作好像一種特殊的技巧 好像不是那種就是第二外國語那樣子的方式 而且主要就是家長自己 像小孩如果對學英語很有興趣 家長多少也學一點 至少會講幾句打招呼嘛等等 那我們比較少聽到國中的家長說 那未來寫電程式 這比較少 所以家長的參與度我覺得是最大的差別 如果他跟英文比的話 那老師這邊呢你怎麼覺得 我是覺得就是說現在的學生呢或許啦 或許是因為他們的外物越來越多了 或者說他們學習的東西越來越多了 我記得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我所有的課都加實驗 所以我們的課是三加一 這三加一是一個package一起的 然後後來呢學生就因為說 哎呀我們現在要學東西越來越多了啦 反正一堆理由 然後呢我們好像也教育說要鬆綁 所以鬆綁的結果呢 這個整個實驗就變成三加一是脫鉤的 那脫鉤的脫鉤到現在呢 像學生們他們就是 好像說實驗課只要修四個實驗 然後你可以想想看 你只修四個實驗 跟我們當年所有課都要帶實驗的話 所以那個整個那種手感 那種創作的那種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現在學生給我的感覺是一個很糟糕 就是他們嘴巴很厲害 有到糟糕嗎 真的他們說了一口好的學問 然後我說好啊那開始做啊 然後就你看我我看你 然後我說動手啊 然後就因為後來後來就說 原來他們實驗課做的太少了 所以完全不會動手 OK那這時候就很慘了 我覺得因為畢竟像至少在生命科學 我們是一個實證科學 它不是一個理論科學 如果是個理論科學 fine 你就除雙嘴巴 你就Posimulus 對 但是不好意思 它是一個實證科學 你必須要動手做 那一旦這個動手的這個 這個觀念或者態度不見了 那學生呢 我想學習的成果一定變差 這個是一個必然的 所以有 我想從課綱啊 或者其實大大學 我們現在其實也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有在改 但是當然速度有點慢 不過是有在改 我們是開始就是把這些實驗課呢 甚至過去的實驗 我們把它叫做所謂的實輔式實驗 所謂實輔式實驗是什麼 反正就是每個人都做一模一樣 因為上面跟你講就是 所以大家就這個加一個 這個加一個 出來結果一模一樣 但是不對的 因為他們缺了什麼 缺了變音 沒有變音 所以每組做的一模一樣 因為每組做的一模一樣 那意思是什麼 你如果不認真的同學 我知道 吵一下 對啊 甚至 甚至把哥哥姐姐學長的 拿來 因為一模一樣嘛 對對對 我有數據插一插 我就加上去了 老師也不會看 那不對 所以我在新的課綱裡面 我們就強調這一點 然後我也想辦法把這個概念 在我退休之前 就拿回學校去 跟我們的同事講說 要補充教授一下 老師是108課綱 對108課綱 老師是108課綱的 生科的召集人 生物學 生物學的召集人 所以我們當初就是從 認為從國中 其實從小學 國中高中一直大學 我希望他們的實驗裡面 不要再是過去那種 大家全班全校 全國的學生做的 都一模一樣的實驗 那實驗裡面需要有變音 那有變音的時候呢 那當然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可能每一組就要 沒關係 你做A變音 我做B變音 你做C變音 然後最後面 學校呢 老師們再留個半個小時 請同學們再上去報告說 我做的A變音的時候呢 跟B變音跟C變音 大家出來比較看看 大家可以互相學習 對 而且這樣子再加一個什麼 再加一個Presentation 因為Presentation 我認為那是一個 很重要的公民素養 所有人都需要Presentation 不是只有老師 你所有的 就算你賣保險 你也需要一個Presentation OK 所以這個Presentation 問題是 那我們真的有訓練到學生 我們學生的Presentation的能力嗎 坦白講沒有 那我們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國外 比如說 美國的小朋友 他們從小就要去寫 寫個小報告 他們就要舉手 就要上去講 但是 那我們有沒有這機會呢 沒有 那這個我覺得是 我們要改的地方 所以我們一直在努力 希望把Presentation 能夠放入所有的教育裡面 像兩位其實都在過往訪問中 都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就是培養素養這件事情 可是培養素養這件事情 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因為其實 我自己是九年冠底下的孩子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就是被奪分 學習對我這件 很難引起我興趣的事情 那其實 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改善呢 現在的這個狀況 嗯 其實素養就是 是Competence 就是創作的能力嘛 透過自發的創作 然後跟人互動 然後達到共好 所以其實最簡單 就是給你一個觀眾嘛 對 像現在我們七十一個人 就是促成你的素養的催化器 對 因為你會想說 這七十一個人在想什麼 那我要怎麼樣子表現 他們才能夠持續專注 嗯 他們有沒有什麼 不懂的地方 或者有沒有先被知識 沒有帶過來 那我在這邊 可以怎麼樣傳遞給他們等等 所以就是透過互動達到共好的這一點 是素養教育有別於以前 只是所謂Literacy Literacy 是說我是媒體試讀 那是我一個人在看電視 在翻報紙 我要有這個批判思考啊 什麼東西的能力 但他並沒有跟人互動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像剛剛老師說的 就是各組之間 可以跨組彼此當彼此的觀眾 彼此當彼此的聽眾 那這樣子才真的是彼此互相促成學習 沒錯 那像我們剛才前面 其實在開播前也有聊到說 就是大家有沒有心中 就是可能在學習的過程中 最討厭你的一個科目啊 對像我的話 幾乎就是數學自然類的我 就是完全不行這樣子 再想問一下 就是觀眾 各位觀眾會怕我們 你們最討厭的科目是什麼 就覺得老師不管再厲害 怎麼教你就是聽不懂 不管怎麼考就是0分 而且我其實小時候 物理高中的時候有一次就是 不小心考了0分 但是老師因為跟我太好了 我那時候還是物理小老師 所以老師就是 會一直幫全班加了20分 所以我那時候就得到20分這個分數 那想問一下大家 真的就是在學習的過程中 真的都沒有遇到說 所謂的我很不喜歡 然後或者是我有點排斥 這個學習的東西嗎 因為我腦裡沒有什麼科目的概念 我國二就中錯了 我還來不及分組分科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其實我總是想說 這邊有一群人想要一起解決某個問題 想要一起探究某個東西 那我也不一定要是全部都懂 我只要懂我懂的 但是我只要把這個問題的解決 需要的別人也找到 透過網路可以找得到嘛 那這樣子的話 我不一定要完全知道 他們在做什麼 我只要看得懂他們的成果 那也可以把它成果做出運用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科目有點像天上那種星座啦 但是我們教的時候寄起來方便 當然有就是 你就是要往那個方向的時候 旁邊的那些星星 你就自己一個星座嘛 其實每個都是融會在一起 那豬排呢 你自己有什麼 非常討厭科目嗎 我也沒有什麼科目的概念 你也有什麼 真的都是非常聰明的人嗎 畫靈域 沒有因為我自己是覺得說 我只有討厭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經會了 你還要懲罰式叫我一直闖褲 那老師遇到這種學生 你會怎麼看待他們 我是覺得這個所謂的討厭不討厭啊 那真的完全是老師的問題啦 OK 以我自己來說好了 那我覺得一開始譬如像英文 我覺得我英文好像也還不錯啊 但是後來為什麼有一陣子會覺得很沮喪 那很簡單的就是因為你覺得好像老師 長的速度太快了 或者你跟不上了 或者就是因為你 我們可能大家都有碰 如果你有參加考試的話 你會碰到就是 你今天老師們他們出題目的目的 不是考你會不會 是要考倒你 但是老師是故意去出那個很深的題目 想要讓你學習錯誤感 所以他省現他老師的威嚴 他的厲害 那結果這個時候學生所得到的是 挫折感 OK 那但是那相反的 如果你今天碰到了一個好老師 OK 那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我對這門科目特別有興趣 所以坦白講 我後來其實一開始 我從來沒有打算要當老師的 當老師真的不是在我一開始人生規劃裡面 覺得從來沒有出現過 你怎麼躺的這樣 那後來是有 因為後來因緣際會我去當了助教 那當了助教之後 發覺說 欸下面有50個蘿蔔頭 那頭抬起來在仰望著我 然後看著我 那種感覺還真的不錯 然後另外就回過台就知道說 那個老師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有投入心血在裡面 學生是會感受到的 OK 所以那時候我就知道 其實學生的學習態度 其實真的是歸咎於老師 你到底是真的要去教學生 還是要去整導學生 那不過很不幸的 我們這個社會 坦白講還有不少老師 真的 他們的心態還是要整導學生 那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真的交易改革要改的地方 然後這個其實我在美國 我到美國唸書其實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契機 因為坦白講 因為我在內容體制下面 所以我多少我也有那種心態 就是我出考題的時候 也要出的很難 以展示說我這個老師的這個 或者助教學長的厲害 那到了美國去唸書的時候 然後其實我第一次考試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 我看到光看那題目 其實我愣在那邊 為什麼愣到 我說 畫龍毛 欸不是 欸我一個PhD學生 你考這個你簡單侮辱我吧 你怎麼出這麼簡單的題目 對 然後我考完了 那我後來我真的 我就問了老師 我說老師 你出這個題目是不是太簡單了 你這樣根本考不出程度嘛 結果他老師說 我是要鼓勵你去拿分數啊 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真的是下課 就說哦 鼓勵 然後這個事情在台灣 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老師就是要考倒你嘛 他哪有去鼓勵你去拿分數 所以讓我整個那個 真的整個一個思維 是改變了說 哦原來考試的一個目的 是要去鼓勵學生學習 所以我後來回來台灣之後 我真的我花了蠻多時間 我就改變這個思維 沒錯 因為我剛才看到一個留言 就是說他其實 這個叫做阿玲嗎 阿玲的觀眾 他其實非常喜歡的歷史 可是他的歷史就是 可能覺得考不好 可能會有點挫折啊 其實現在考試制度有關係嗎 其實歷史他也可以用 譬如說比較輕鬆嗎 或者是 可以喔 真的就是故事化的方式去這樣 可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評斷 這個東西他對歷史了解的好壞呢 光是喜歡不行嗎 喜歡當然可以 其實我覺得 我是多元教育開始 試辦的那幾年出來 所以我也是考學生 我從來沒有考過聯考 一路成學到新式聯考 到畢竟 其實是聯考對不對 但我還蠻意外就是 我還蠻意外我學測的 高中聖大學學測的社會科是蠻幾分 因為我其實是自然主 然後我社會科是在考前隨便唸一下 隨便唸一下 對不起對不起 那就是那種成績 學霸炫耀 對啊 學霸炫耀 可是我先走 平時是一個人學霸 他現在先走 不然了 就是 對 這那邊教會祝福 但我自己是覺得說確實在學測出題上 他不會那麼強調說 你一定要記得19851986還是哪個數字 對 那我覺得歷史其實是前因後果 而且他很重要 因為我自己覺得人類幾千年來沒有什麼改變 所以我現在遇到的問題 我翻歷史故事可以得到很多解答 例如說 我那時候就覺得那個杯酒士兵犬非常厲害 杯酒士兵犬 這是一個很棒的政治操作 然後我能不能用到我們現在創業 那我們從來就注意 我們都被解釋 人的問答 欸欸欸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現在這家公司 真的喔 謝倫小心了 某某人你可以離開 是我們一起經歷過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謝謝謝謝 對對對 好 這個我也要補充一下 不過我聽說有改變了 不過我覺得還是一樣 因為我們也學過一句話就是說 以死為盡可以知心替 所以你說你學歷史的目的是什麼 學歷史的目的是要知心替 對對對 然後但是問題是我們過去啊 至少我那些年代啦 我聽說改了 我那年代譬如說好 矯午戰爭 然後這個輸了 然後我們這個簽訂了馬關條約 然後呢這個賠了什麼四萬萬五千兩 割了鳥寧山東台灣 就我覺得我們學歷史就在背這些東西 那我們完全不知道說 為什麼會發生矯午戰爭 OK 然後後來我去看了一些國外的 然後發現說日本 日本他們他們在講說他們日俄戰爭 那他們最後他們考學生在考什麼 他說那請問如果我們這個當下 沒有錯 又如果再發生日俄加舞戰爭的話 是因為什麼原因 OK 所以他們不是說我們打贏了 還是打輸了 那輸了輸了結果是什麼 不是他們在了解說為什麼會發生 然後你要不要避免 還是說你好我們不避免 我就真的在跟你衝突了 我認為這才叫做知心體 OK 而不是在背那些說 我剛剛講說那個 然後我這個 唐太宗在我們斬首的兄弟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他殺了兄弟關我屁事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偏偏我們就要去背這些東西 然後我要去背 譬如說這個八國聯軍哪八國 惡德化惡德霸奧義英 是吧 英美化惡德日一號 英美化惡德日一號 或者是說春秋五霸 然後五霸裡面 或者是什麼戰國七雄 這個滅亡的順序 我覺得被那幹嘛 不好意思我現在還記得 只是說 手機查都查得到 只是說那你應該去瞭解說 這七國滅亡的順序的原因 而不是只有被那個順序 OK那問題是考試就是考順序 OK他才不管你原因 那不對 那這個所以我說 我們學歷史應該要知心屁 所以學所有東西 應該是真正去學它的內涵 而不是只是service 所以其實學科是打開的 其實歷史它也是一樣 跟跟他旁邊講 這是個星座而已 但是如果你把歷史跟整個農業 還有大航海時代 造成第一次最嚴重的物種入侵 生物學科回去 跟生態科在一起 其實它所有事情都是相關的 這樣子放出來 歷史變得很好玩 很好玩 為什麼你現在吃得到馬鈴薯之類的 然後它做過什麼樣的變遷 為什麼四川以前是沒有辣椒的 為什麼川菜那麼辣 很有趣啊 好難去探討的問題 不會啊 但是歷史 你把學對的範圍打開 就是這樣念 就是問的是為什麼 對 不是發生垃圾 而不是說它現在它的名產是什麼 然後它有什麼像我就當初什麼自公式殘米啊 什麼 好無聊 但是當天我們就這樣硬是背背下來 然後 然後呢 沒有 沒有想 後續 其實現在我們都在講就是素養為前提嘛 然後也想探討一下就是說其實現在3C對一些科技的 3C科技對於現在學生啊對教育的一些影響 因為前面我們講到可能是比較正向的 但其實也會有很多人疑慮說 我現在上課啊 學生可能都在用手機 那就是講堂的時候也沒辦法引起興趣嘛 那用手機這些事情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我自己的話任何演講 我在學校裡面都是先讓學生用手機 一掃一個QR Code 那我是用slido這個網站 那個中文翻譯也是我貢獻的 大家一掃之後就可以立刻留言問我問題 問題就會直接投影在上面 而且還可以為彼此按讚 那這就是怎麼樣 去把大家手機徵收過來 哈哈哈哈 直接幫我說 因為你在D卡或什麼其他地方PO文 人家幫你按讚 還有一個時間差 不一定馬上就有人幫你按讚 但是我們在slido上的話 你旁邊的同學你可以拉票 你可以邀他趕快幫忙按讚 那你如果想要留言啊 一些彈幕啊 一些廢文啊什麼之類 你一流馬上就跑到大家眼前 那這個的感覺就更切身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還是 老師自己有沒有覺得說 大家手上的手機可以是焦劇 如果有這個感覺的話 他就是正向的 那如果不是的話 當然一個人低頭滑手機的時候 他兩邊同學心情也會被影響 不過這跟手機關係不大 他低頭滑漫畫 旁邊也被影響 他也可以剪支架啊 玩頭髮之類的 對對對 是這樣 而且有老師 老師也是有遇過 因為現在很後期教的學生 大家真的就是人手一機了 老師是不是有遇過 很挫折的時候 我在上面拼命講課 你們幹什麼 從都沒有人來聽 有這種 有啊當然有啊 真的是 所以他就退休了 對啊 這個 因為我曾經有多次 就是別人的課堂 然後我去參觀 或者因為什麼事情 然後在階梯教室 我就走到最後面 然後最上面往下一看 然後我就看到前面老師 很賣力的在演講 講的真的超好的 我自己都想鼓掌 那問題是 那個翻開來的notebook裡面 十個九個根本都是在追劇啊 在找其他有的沒有的 在看見他 對啊 沒有幾個在看老師的PPT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糟糕的事情 然後也有啊 那有時候去演講 像我們去演講 那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一個同事 我們兩個同事去演講 然後呢 那演講到一半 我那同事就忽然就問 問坐在最前面一個同學 欸那怎麼樣 然後那同學就 一去很茫然的站起來 那就是說 那他問了 其實我才剛講完 可能30秒鐘 這表示他根本就沒有在聽 好 然後就等於是給他一個signal啦 然後呢 然後好 我們就去講 那講了五分鐘之後 我那同事又Cue他一次 同一個人 對同一個人 結果發覺他還是 沒有辦法 他還是沒有進入狀況 所以你就知道後來 那整個我那同事就發飆了 你知道嗎 那我就講 這個事情就是 可以知道就是說 學生們他們到底真的有沒有心在這個實驗 在這個課堂上 當他沒有心的時候 即使你這樣子去Cue他 你去已經點他的 已經給他這麼強的一個signal 一個stimulation 他五分鐘後 還是一樣 毅然顧我 所以那回過頭來 我們當然在想說 那這個是常態 還是特例 還是以後都這樣 我不客氣 我不客氣 是常態 高等教育怎麼辦 絕對不是特例 對 所以這時候才會在想是說 那現在既然有 有好有Google的 有這麼多的 然後我其實我也 我也常常在回想就是說 學生一天當中 他們從他們的IG 從Facebook 他們從他們的LINE上面 所得的information 跟我們給他們的 這個比例到底差多少 然後也就是說 當這個事情發生了 我想剛剛的這個答案 是很明確的 OK 這個是很很很很很 很沮喪的 必知道說老師給的 大概他們真的吸收進去的 真的是微乎其微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然後現行的教育制度 到底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想 就是這個教育制度 因為畢竟這個教育制度 其實也是在19世紀末 20世紀初 為了工業革命 所design出來的一個 對 然後這個東西過了100多年了 然後它還存在的必然性 有多少 或者是它的必然性 如果存在 我們應該怎麼去改革它 也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自己學習 像這個唐政偉 這個這種自己學習的 還是說要一個集體學習的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一個教育方式 就是我們應該怎麼樣去改變它 這個我覺得是大家真的要去 而不是就是 哎呀那個是少數學生的事情 我們這個不要管它 我們就繼續做吧 我覺得是這種不對 我覺得真的我們要去思考 這個現行的教育制度 它存在的意義在哪裡 老師是回心但還沒有放棄 還沒放棄 但是像剛才唐鳳有說 你是用自己的方法 去徵收他們的手機 那如果有這麼多的老師 你覺得什麼樣的一個方法 可以就是建議他們呢 SIDO真的多用啊 沒有在安利 沒有入國 而且它是免費的 所以真的多用 像我們觀眾裡面 Johnny成也說 他現在是在上課時間 所以他真的是上課看電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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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raction Distraction 可見就是說 我們自己學習 但是可以集體創作 就當我們在真的解一個問題 是有創作的時候 大家的注意才會放到彼此身上 但是如果是老師一個人在那邊講的話 那當然就是教授現在在螢幕的後面 人家可以就是不斷的重複看啊 這個用各種速度播放啊等等 那這樣子的影響力當然比一個課堂裡面高啦 所以我是覺得對於大部分的老師來講 你的上課時間怎麼樣把它安排成大家集體創作 那如果有一些同學他的先輩之手還沒有到那邊 你在用一對一的方式 或者小組或助教的方式去幫他補上 但是自主學習集體創作 這個是沒有錯的 而且這也是把它錄成VOT之後無法取代的 對啦就是這樣子 不然就是現在數位化 翹羽幹嘛還要去課堂 這個就是做課堂的原因 對那就不要出一些就是他Google就找得到答案的那種題目 或者是說不要浪費他的時間 回去看影片就好 回去看影片 對就是幾分幾秒就有了 你幹嘛要他背起來 對但是像在那個聊天室裡面也有說 欸有幾位朋友在說 欸他們最喜歡的 覺得最刺激的就是Open Book 就是出一些你就算有Google 就算Open Notebook 你還是要想一想 真的需要創造力的 那些才是我所說的集體創造 沒錯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也不太推崇說 選擇題ABCD 就是其實就是用開放式的問答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教學教程過程上面 那想問一下其實 嗯就是其實現在資訊啊 我們資訊取得也非常的容易嘛 手機打開 像剛才有說Google就可以找到了 可是也很容易留於一個 雖然我們隨手拿到資訊 但這個資訊是對的呢還錯的呢 我們要怎麼去辨別這些東西 那這邊唐鳳你怎麼看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自己去驗證 剛剛講到實驗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我如果發現這件事情可以這樣做 我們急之急行嘛 我們自己就試試看 沒錯 對那如果你自己試試看 好比像說像我最近有看一本科普 說這個人為什麼要睡這樣 對那裡面就提到說睡不夠會怎麼樣 這個你很容易自己就做實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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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一個東西 你是盲目的去把它再傳播出去 其實那不能說是學習嘛 那就是你中了一個名音 變成代替 對 但是如果你自己有實際做實驗 那個才變成你自己學習到的知識 那個才真正印象是knowledge 不然的話就是information而已 對 那老師是不是也有遇過說 就是可能現在學生查到的資訊 已經超過你可能原本以前教學的一個教材的量 那他們提出質疑的時候 你怎麼面對他們的這樣的質疑 我不是神啊 所以 關於來挑戰 對 關於來挑戰 我絕對 我絕對歡迎學生提出 就是他們不同的看法 對 OK 因為這本來就不是預言堂嘛 而且更何況現在社會其實很多事情是沒有對錯的 他不是對錯的問題 而是以每個人 你在不同的環境 你答案本來就會不一樣 所以你為什麼一定要給一個自私的答案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這個社會因為真的事情太多了 我們每天有多少新的事情發生 所以你怎麼可能用教育把你教到你會所有東西 那不可能的 所以呢 其實我反而在很多時候我會跟學生去強調說 其實你們真的要學的一個東西叫邏輯 對 很多事情呢 他其實不見得說你一定要學會才會去批判他 而是你可以用邏輯來批判他 因為這東西不合邏輯 當他不合邏輯的時候 你其實就可以先把他推到一邊去 OK 那但是這個坦白講不容易 OK 那所以這個也是在新的課綱裡面 我們一再強調的是我們希望能夠再教我們下一代 能夠去思辨 OK 那思辨這個事情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真的不可能旁邊隨時有一個長者 有個老師在旁邊回答你問題 或者是好 你說現在有Google 其實有些問題我跟他講 因為不是對錯的問題 所以你說你去Google找答案 那問題是你可能一個問題打上Google 你發覺說有二十個人有兩百個人回答你 然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那這時候你要聽誰了 對對對對對 所以重點不是在於有沒有答案 OK 而是那個東西合不合你 那合不合你這時候你應該什麼 就用邏輯來看看 到底我應該走什麼方向 OK 所以這個我認為 所以我才常常跟學生講 然後也有學生跟我說 老師抱歉啊 我已經不務正義 我說沒有沒有什麼叫不務正義 真的沒有什麼叫不務正義 我覺得我其實我認為 我只是因為 比如我生科系的學生 是因為你們喜歡生物 所以我只用生物來教你邏輯 你今天是數學系的學生 你是物理系的學生 你是歷史系的學生 其實是老師用你喜歡的那個科目 來教你邏輯 然後用這個方式讓你活下來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教育的目的 而不是要你說 你是生科系的 所以我就教你一堆生物的 那你只懂了生物 那我學生喜歡蚯蚓 那我教蚯蚓 其實台灣只要懂 我認為只要有三個人 懂蚯蚓就好 但是我教那麼多學生幹嘛 所以我很早就跟學生講說 你們進我實驗室 我不是要成立一個蚯蚓王國 我也不是要訓練你變成一個蚯蚓專家 其實我只是用蚯蚓 或者五脊椎動物 或細胞 來訓練你邏輯思考 沒錯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剛才看到有一個網友留言說 他其實以前想問問題 其實都是像奇摩知識家 那其實現在這個東西 他已經漸漸的 跟年輕人就不知道是什麼 真的 他其實現在可能就是慢慢的轉變到 我去PTT上面問問題 或去D卡上面問資訊 那其實這個資訊的轉變 也是一個蠻特別的過程 像知識家這個東西 就是已經是被淘汰了 那怎麼看現在 我們變成說反而比較少機會 去網路上面做到提問這個動作嗎 反正是搜尋是比較常做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現在因為寬評是人權 寬評是人權 所以其實在台灣 你469、499一個月 你都已經付了錢了 所以大家當然是要那種比較親切 頻寬比較高 不管是看直播 自己開直播等等 這個都感覺比較好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傳統上的提問 已經不是像我們以前那樣子 是PO一個文字的問題 問掛什麼東西 那還是有啦 但是沒有那麼多 比較多的是大家就約一個時間 然後大家一起hang out 對 那在這個互動裡面 好像在我們直播過程裡面 大家會很自然泡出問題 但你是先認識一群人 再在那群人裡面去彼此提問 而不是像以前是丟一個問題 透過回答來認識新的人 他的就是注重的點是有點改變 那我覺得幾乎完全是頻寬的關係 嗯 OK 沒錯 那其實之前跟老師聊到 也有聊到說 現在小孩就是專注力比較不足 那這個部分的話 也是老師為什麼會想推出遊戲的原因 那想問一下唐鳳這邊覺得說 因為之前您在過往報導上面也有提到說 你自己有覺得說以前有被說到是比較專注力不足的 不過你其實是因為你心中有太多東西要關心了 對 那你怎麼看就是這些可能就是真的專注力不足的學生們 我們要怎麼去提升他們專注力嗎 還是你覺得這是有辦法去幫忙他們的嗎 其實專注力不足它的意思常常是說 我對於我感興趣的東西投注了太多的心力 所以旁邊的什麼要戴手帕衛生紙什麼東西 就沒有那個多餘的精力去關注它 OK 好可以體會 好可以體會 對 就是說對我來講啊 我的專注力 因為我關心的這些題目都太大了 所以我的專注力根本不夠用 但是那並不是說我真正意義上專注力不足 而是說我關心一些題目 這些題目已經需要用到我全部的CPU 所以我覺得說這裡面蠻重要的就是剛剛講那個社群 我是後來接觸到網際網路社群之後才發現說 我一天只要解決我能解決的部分 但我記得睡前趕快把它發表出來 那這樣不同時區的人可以把我探索到某個程度的 就有點像是peer review 就是我做這個程度的實驗 但我不可能考慮全部的事情 那不同時區的朋友我在睡覺的時候 他們也忙著工作 但是我如果不publish的話 那我真的得自己考慮到全部的變異 那個是非常非常累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還是早一點 讓小孩知道說 你不一定要從頭開始一個研究 有點像是像scratch或minecraft 很多人都不是從頭弄 是拿別人做好的來改 那改的時候你改完 然後再放出去別人又可以改 這樣的話你在這個知識裡面 你就不需要把全部的心理指放在這樣子的 很多細節上面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就是注意力不足的情況 也會有所改善 而且我們說到就是教育 它其實是可能在博物館 可能在藝術館 它其實任何一個場域都是一個教育 就包含我們現在直播分享的這些 可能知識觀念 它都是一個教育的現場 那想問因為老師是因為就是可能受到學生 就是專注力不足的影響 我們後來就決定投入了遊戲這樣發展上面 打無後就加入 沒錯 打無後就加入 那你們怎麼看就是遊戲啊 在教育這塊上面 我們真的有辦法 是成為一個蠻重要的一個部分的指標嗎 有沒有辦法真的透過遊戲 去真的做到教育改革這件事情 這當然是個實驗 我認為啦 對我們來講是新的場 對 然後但是我意思就是說 我們我真的不曉得 我也沒有去查 就是說這個慾教娛樂 當初是誰提出來的想法 慾教娛樂 然後既然叫慾教娛樂 但問題是 我們大家憑良心講 你們這一輩子受的教育裡面 什麼時候 好像教育是脫鉤的事情 對對對 所以 我記得好像也是一樣 我高中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有一本書就是說 如果教室是電影院 那好像有一年的聯考也出了類似的 這一次作文題目 對作文題目 對作文題目 如果有一座新影院 對對對 但是可能嗎 那時候認為說 你在說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整個教育制度都已經走到這種地步的時候 然後我認為 那真的不可能嗎 當然可能 對 然後那當然就是說 那因為遊戲嘛 遊戲好像已經被定義了認為 這個就是 玩 對 玩很重要 但是 其實很多東西是在玩中間學習的嘛 對不對 你本來在 你不要就是說 我們認為我們現在把遊戲當作是一個 休閒 或者是一個 不入流 或者怎麼樣 那其實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真的不能夠改變這種想法嘛 所以我剛剛就 剛剛也講嘛 因為 好我今天我上課講的這個 我的PPT 甚至錄影的時候 這個 或者MOX 反正 反正 然後 OCW 反正這些東西 那問題是 我真的放上去了 學生 真的有幾個 願意說 好我剛才上課沒有注意聽 或者是我今天因為 對 我今天我 好我翹課了 然後我另外找時間再去看 我坦白講 我是很會心說 有人會去看東西 那如果變遊戲它有一個incentive 欸 那就不一樣了 對對對 而且 他一次失敗了 他會玩第二次 我會玩第三次 我會玩第十次 一百次 那這時候 就不小心學到東西 對 其實這個遊戲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 不要去想教育了 對 他就是一個遊戲 我們就是要做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但是很 剛好他的題材是分子生物學 就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在 我們經過了很多的思辨 其實只要你告訴大家 這是個教育遊戲 想玩遊戲的人就會 對啊 就想說 教育遊戲很容易流於一個 為了要讓他簡單 所以他內容都會偏簡單 然後資訊可能就不會完全的 我不會帶任何的專業名字教育 除非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病毒 RMA 這種電視新聞都在報導 這種專業什麼 可以放進去 但其他的我們不會告訴你那是什麼 他就是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然後 你玩一玩之後 其實裡面有很多的機制 是真實的分子生物學機制 只是你不知道 但是你是在用這些機制在過關 對 然後我們想要達成的效果 有點像日本最近很紅 那個天睡笑道機 嗯 對 就是他是一個2D動作遊戲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遊戲開發者 把技能點圈都點在重道上面 然後玩家為了重道 重出好道去做得到BUFF 所以去灌爆了日本農民水產廳的網站 發現那邊的都是攻略 對 我們的效果就是想要這樣 你想要破我的關 你去查查病毒學嗎 對 對 讓我打岔一下 就是為什麼聊天室在給我聊翁之曼呢 就是像我今天要聊翁之曼什麼意思 對 你在比招了是不是 沒關係啦 我OK啦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聊流氓書了 對啊 翁之曼已經過去了 真的 翁之曼已經過去了 我太累了吧 大家其實也有說什麼 他們有靠什麼神奇寶貝玩日文啊 然後還有什麼 大家玩什麼 也可以啊 Find up 對真的 那在過往你們的遊戲經驗 譬如說想問唐鳳 你過去有因為什麼樣的一款遊戲 像你剛剛有說到 透過那個魔法風雲會學英文 那你的學習的歷程當中 你玩過哪一項遊戲 然後是你就是 學到對你而言 你覺得就是最難的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 我文明帝博 當然一二三四五六都玩啦 都玩 但是我覺得最好玩的是 它那個範外就是Alpha Centauri SMA4 那那個我覺得很棒是因為 SMA4它是用文明帝國的那個底 但它講的是說 我們有一天如果真的到了 Banama Alpha做的某一個星星上面 那現在在地球上面主流的各種哲學 包含生態的哲學 經濟發展的哲學 各種哲學到底哪一個比較適合 在外星上面跟外星的物種 或者是跟外星的 它有一個planetary的一個consciousness 就是這個星球本身是有感知的 跟這個去互動 那這個雖然是一個科幻的概念 但是裡面用到的幾乎所有的這個東西 都跟這個卡牌遊戲一樣 就是它是硬科幻 就每個都是有所本 所以我就一下子就發現說 原來是這些不同的哲學 它不是抽象的 這是它的一個應用場域 然後在那個應用場域裡面 就發現說哲學不是沒有用 哲學蠻有用 哲學可以讓我們在探索知識的時候 給我們一個知識探索的路徑 等於一個思路 所以就是哲學到底有什麼用 這個很困難的問題 我是玩文明帝國 特別是C-Maius-Alpha-Sanbaria 比較了解 其實大家過往真的都會 過往中看起來有點口急 就是真的會從遊戲裡面 開始學習到一些知識 那這部分的話 因為現在也跟教授正在開發 左手進行的遊戲也有關係 但我們問題也是一個 比較深刻類型的遊戲 那你覺得深刻的東西的話 它對於我們現在 譬如說疫情時代 其實這個深刻的概念 真的非常重要 畢竟我們要知道說 這個病毒從哪來 對我們人體的影響 然後怎麼樣才有可能 結束這個痛苦的時期 那老師是怎麼看待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 著手這款遊戲 你想帶給大家的是什麼 我想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因為譬如說 這個大家對於COVID-19都知道了 但是真的有多少人 有認真的去學或去找資料說 這個病毒進入你的身體 發生什麼事 然後呢 進入你的細胞裡面 發生了什麼事 OK 那坦白講 你真的去找的還滿枯燥的 OK 那這麼枯燥的東西呢 那我們就想說 好 那我們能不能用遊戲 OK 然後你在玩遊戲的過程當中 這個所謂Geno Monster裡面 然後這個精英怪獸裡面 我們真的就會把這些細胞跟病毒 對戰的這個場景 我們會寫在裡面 然後呢 他你那個關卡 我們會設計關卡 所以你要過那個關 那你要怎麼過那個關 那細胞又怎麼設下這個關卡 我們就希望說 用遊戲的方式 來教育大家 OK 那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遊戲 你玩通了 你就知道說 病毒怎麼攻入你 病毒顆粒 對 所以我們真的很認真 然後我想 我把後面交給這個豬排來回答 我們後面 我們真的是很 很認真的去畫這個圖 這個圖絕對不是一個 KEMA行空的圖 我們真的是 去跟那個繪師 花了很多的時間 豬排就幫他們上課 上生物學 你還幫他們上生物課 不然會畫錯嗎 對 所以我們這圖裡面 真的是絕對都有所本 來入台 我要講那個 那我先回應一下 就是說 對啊 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COVID-19進去發什麼事情 然後查到資料會很枯燥 但其實那枯燥是 文字化之後很枯燥 對 可是事實上 我們病毒學家 分子社會學家 覺得這是一個很屌 很厲害的事情 哇 可是你要怎麼把你這個熱情 感染給其他一般的人 我們之所以會喜歡做研究 是因為我們在裡面看到 一個很偉大的世界 對 然後裡面有非常多事情 同時在進行 非常的 細胞就是一個吸吸揚揚的城市 所有事情都在同時發生 然後病毒居然有辦法去攻入 一個那麼完備的 設想過的那種機制 然後它是怎麼發生的 然後雙方的攻防 然後不同的變化 非常的多種 所以其實這種東西 其實玩起來是 很像一個 你說的是巷戰 我們演唱C-S 就是你耳魚我炸 你冰來降擋水來土 我出這張牌 你有一個counter 可以把我counter 然後厲害的病毒 又可以去counter你的counter 其實這跟卡牌遊戲的結構有一點像 所以其實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這些生分子生物學的機制 是可以把它的機制直接變遊戲規則 只是需要一點轉換 那這個轉換就是需要一點巧思 那像這一塊我們已經實體破了卡牌 它就是一個概念驗證 因為這個玩的遊戲的過程 它本身的遊戲規則是符合生物學機制的 而且它也可以不小心的告訴你 輝瑞疫苗跟Modina疫苗的 的運作原理 運作原理又什麼不一樣 對然後或者是跟AZ疫苗 對像我們現在有三種疫苗 其實它是兩個技術完全不一樣 這個大家可能也不太清楚 對但是我們 這剛剛提到 Audrey剛剛講的很多先輩知識 對 那其實每個人先輩知識不一樣 所以在做這個遊戲 是最大的挑戰 就是我怎麼去把這個先輩知識 先拿掉 先拿掉或者是把它填平 對 那在沒有先輩知識的人 也可以Enjoy這個Game 然後它如果真的啟發了興趣 才一步一步的去看 為什麼我這個遊戲這樣設計 對 然後作為尤其是只是我們 真的要做Game裡面的 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而已 我們真的要做的 我們那個一個細胞裡面 其實細胞裡面就像我們一個城市 有公路 它有市政府 它有資源回收中心 它有發電廠 對 然後我們 所以我們希望說 利用這個遊戲 把這個細胞學的奧秘 還有病毒跟細胞之間的攻防 那分子生物學的奧秘 能夠介紹給這個社會大眾 可是開發遊戲真的是一條很艱難的路 而且你也不確定說這個遊戲到時候 出來的影響力又是多少 然後它真的對我們現在的教育 真的有辦法引起一點點的波蘭 你現在是有很 就是 就是十個遊戲前輩 有十個告訴我們這就是很困難 對 沒錯 拜託你們不要跳坑 那很恐怖 可是我覺得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要創業的時候 也是十個創業家 有十一個說創業很困難 嗯 教育也是一樣 沒錯 沒錯 所以就是要試啊 你不試你怎麼知道呢 像我跟謝倫潘的電塔 其實我們常常也是挑困難的路在走 對 我們就很可憐 沒有 快點 快點 沒關係 出去 他站在那邊 不是我說Cue謝倫在那邊 對 他在框達的 對 但為什麼挑困難的路走 是因為他可能是相對正確的路 他是相對長遠的路 對 因為你可以專注一個簡單的東西 但是當世界改變之後 這個東西可能就失效了 沒錯 對對 所以我覺得 回過頭來 我們並不是很怕挑戰太困難的東西 對 反而是去慢慢去研究這個問題的結構 怎麼一步一步的把它打成 沒錯 對 所以這個遊戲對我們來講是新的領域 因為電塔過完沒有做過遊戲的經驗 但我們其實也一直蠻想做做看 對 對 那我們有認識蠻多很棒的 願意給我們幫助的前輩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最需要的可能就是說 一些平衡性的調整 遊戲性是怎麼產生的 背後的學藝是什麼 然後最難的地方就是把真正的硬科學放進去 對 那會不會成功 坦白講 不知道 但是我們願意跨出去嘗試 老師都把黑修器炸進去 對 其實就是要一直透過嘗試的方法去照尋 那唐空會覺得說這樣的遊戲 或者是以其他任何的科技方法來改變教育 這個部分的話 您的看法是覺得它影響力是大的嗎 我會翻Nicky Case的遊戲就是因為我覺得它影響力非常大 對 很像這樣 那就其原因我覺得是因為它讓所有的參與試玩的人 不但它可能變成角色的一部分 對 它也可以去混搭 所以我每次翻譯的時候 我其實不需要先經過Nicky Case的同意 對 我就先翻了 我就先翻了 它是開放原始末的 那它裡面用到的音樂的段落 用到的素材等等 我們發現說這套機制它真的很好玩 之後那它也可以用來稍微改一下裡面的素材 就可以來教一個有點不同的這個東西 所以它可以變成是一個共用的 好像是教材的一個平台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二創嘛 二四創作 就是你玩這個遊戲你覺得不太好玩 那如果是一般的商業遊戲的話 你沒有辦法作為一個試玩者feedback 給我這個遊戲的設計師 但一個開放的遊戲的話 那反正這是一個platform 那任何人只要抽換之後 他也可以自己做出更好玩的二創三創等等 所以我是蠻期待說 這可能是就是一開始的這一塊 對 但是未來說 它也可以變成一個平台 那就每一個玩遊戲的人 都可以當作一起設計的設計師 對 這個idea 其實這個idea在我們在做手遊的想法 也已經放進去 因為其實那時候很多跟科學有關的遊戲 其中一個另外一個知名叫Sport 對 胖子豬球 對 那它可以把你設計的動物分享到網路上 那其實我們玩家是組成各種不同的病毒顆粒 過關不是只有一個方法 你可能有Strategy A,Strategy B,Strategy C 但是其實也可以用HoloFam 然後去分享說你這個東西可以用多大的Efficiency去 影響這個關卡 對 對 好 那其實我們今天這個直播訪談 其實就前面來說 我們主要就是想探討的就是遊戲呢 這些事情到底能不能改變翻轉我們現在的教育 現在遇到一些困境 然後還有以及我們三位教育家 然後甚至是遊戲玩家 在這樣的體制下會覺得說遊戲有沒有辦法 就是引起一波新的波瀾 然後就是也是看看我們現在實驗性的這個遊戲呢 或者是希拉先生的方法有沒有為我們以後 我們所追求這個素養教育能不能帶來更好的加分 那這些都是持續嘗試的方法 那不知道今天電視機 不是電視機 可是螢幕 螢幕前的觀眾們就是覺得今天的訪談 有沒有帶給你一些新的想法呢 然後或者是說有沒有覺得 任何問題想再問一下我們的唐鳳委員呢 那之後呢 也都可以在下面影片留言喔 說明他時不時可能也會上來刷一下留言吧 來看一下 畢竟你們前面都在講 翁子滿比較漂亮 然後現在就是沒有給我一個問題 所以我也沒辦法幫你們問 我有感謝你 我有感謝莫娜的主持人 啊謝謝 對沒錯 那其實今天真的就是很開心 然後因為加上就是 鄭偉這邊時間非常的緊迫 他真的要趕去下一個行程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是 謝謝他來參加我們這次的訪談節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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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今天大家都聊得開心 希望有機會跟你玩 沒關係 他也是現場抖內 現場抖內 真的假的 現場的燙抖 謝謝 真的假的 42塊 希望我給你到12公斤 哈哈哈 謝謝各位觀眾 拜拜 拜拜 抖42真的好嗎 哈哈哈 42 對 哈哈哈 一個感覺 小孩謝謝 謝謝 很棒很順利 哦 謝謝